红烫嘛红烫嘛 这个焖肉一定是要进面汤里面去 对 烫一下 真好吃 一汤一白 一汤一白 给你 好谢谢 朋友们大家好 我秦大浪 我现在在人民医院五星大厦这边 有粉丝推荐说这边有一家澳洲面馆 口感口味还是不错的 走着 店铺蛮大的 干净 整洁 这个是有传统冷椒 也是有热炒 线炒 你没抵护的就不过来了 是你 这是鹅座米糕 鹅座米糕 鹅座米糕也是 通过我行我公司 因为鹅座米是比较特别的 是吧 小可 跟着什么呢 来西五 哎呦 可是这个是出名的 一个是鹅座米的 鹅座米白色有点烫烫的 嗯 也有鹅座米糕 鹅座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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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来你不是 只有鹅座米糕 你要去米的煎 这个菜子给你了 这个皮不是开 这个就是咱们焖肉啊 焖肉 像这个要炖多少时间呢 几个小时 这块肉多少钱 15块钱 15块 螺松 螺松 嗯 笋干肉 这个都是看着大师傅先烧的 这个就是有波器 这是什么 炒猪肝 炒猪肝 嗯 一红一白马 二两斩生 烧烧面啊是讲究 红汤白汤的 所以今天特意点了两碗面 都来感受一下 不管什么场景 小酒一口足够要的 上上乐是陪伴了我 三年的一款酒 第一口先敬您各位 有听提醒他吃不喝酒 为什么也不喝酒 这块焖肉啊 真的是软烂无比 烫一下 已然是断开了 很酥烂嘛 先来感受一下 红汤的面汤 再来感受一下 这个白汤 很鲜 红汤白汤 汤底完全不一样 共同点 是都是比较鲜美 这个汤熬的真是不错 感受一下面条 最碗面我是推荐的 银丝面 鸡蛋面 按我的标准要求 二两 贱面 这口红汤面啊 素油 闻的那种香型啊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就说嘛 现在慢慢慢慢开始上人了 现在才11点20 这块焖肉的个头还是蛮大的 旁边已经断掉一块了 你知道吧 有点入口即化的意思 一半肥 一半瘦 肥瘦相间 嗯 很入味 鲜鱼啊 是舒适面的焦头 看这个色泽 真心不错 嗯 很酥脆 甜度也是处理的刚刚好 这块鱼啊 是真的下去 咸甜合适 你说它甜吧 鲍鱼必须要甜 但又不能过头 这个尺度 掌握的是要 僵僵好 要的就是这个 洁白绵密的沫子 入口醇厚的久体感 雪菜肉丝 不是甜口 咸鲜 喝感也不错 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这叠姜丝2块钱 这个分量可以的 很良心吗 吃口相思 回见了你呢